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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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的薪酬相約 2017年至2018年的資助額是36萬 又是的 你請一個不懂小數族裔語言的人回來 對他們有什麼幫助 你是不是請那些人呢 這是第二 第三 就是講這個建功計劃 又是一樣的 就是講花了多少錢 但是 你請了117個就義服務大使 這些是小數族裔的人 也不是 那麼這177名的就義服務大使 提供了多少次的職位給那些小數族裔的人呢 換言之 由一個不懂得小數族裔文化和語言的高官 去統率五億元怎麼做 完全是一個虛應故事 我再提一請 各位 我們的政府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 用了416億退稅退差響 只要他拿多那裡的百分之一出來 已經多了五億元 只要他委任一個 小數通曉小數 很快 通曉小數族裔語言的 小數族裔的人去做一個commissioner 就是成立一個委員會 由他負責 而不是由陳茂波這麼不空去負責 這樣才有誠意 所以他一定要採納那個 就是有指標 否則我們怎麼監察他呢 雖然我現在不是立法會議員 多謝主席 李慧琼議員 主席 李慧琼議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